夏天到了 你是不是又開始煩惱 防曬品該怎麼選呢 我們其實有問過很多粉絲 他們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就是 防曬品擦起來又厚又黏 到底該怎麼辦呢 其實我發現啊 今年市面上推出了很多很多的 防曬凝膠的劑型 它其實就是那種清清透透的 一擦在皮膚上馬上會化開來 所以我覺得防曬凝膠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擇 像這一瓶 亞斯蘭黛的小銀瓶 其實今年也推出了一個防曬凝膠的劑型 其實它擠出來的感覺 是白色的 可是其實是蠻透的 重點是 它其實輕輕一推 你看 有沒有很快就化開來了 它這一支其實是專門為 亞洲的這種炎熱的氣候 跟亞洲人那種T字部位 很容易出油的膚質設計的 所以它是 亞洲限定版喔 接下來大家很好奇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如果我擦了隔離霜 跟粉底液之後 我還要再擦防曬霜嗎 當然要喔 如果是我自己 我一定三個都會擦 那我的順序 是會先擦防曬霜 再擦隔離液 最後再擦粉底液 如果你選擇的都有防曬系數 其實就與我們比方說 一般上學或是上班 是不用再補擦了 如果你要再補擦的話 只要再按壓一些 有防曬系數的粉餅就好了 所以防曬霜其實是擦在 最裡面那一層 是不需要再補的 你要補的是粉餅 有防曬系數的粉餅 像今年啊 KELS也出了這樣子的防曬凝膠 我其實也蠻喜歡它的 因為它其實也很水 然後你看一下我擠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是白色的沒有錯 可是它其實就是輕輕的一擦 就很容易就化開來了 重點是啊 它裡面加了一個薄荷精脆 它會降敷溫降三度喔 所以你擦完之後 就會有一種清爽的感覺 清涼的感覺 然後你之後再上妝 就不會覺得這麼厚重 另外啊 他們家同個集團的蘭蔻 其實也推出了一個這種AQUA Jail 就是也是防曬凝膠 像這種防曬凝膠的劑型啊 其實它擦在皮膚上面 它會在皮膚上面形成一種 凝膠的水膜 那個水膜其實就是 給你有點舒爽涼爽的感覺 然後在一邊幫你防曬 那蘭蔻這一支 其實它裡面還加了百分之百的 玫瑰水精脆 所以你擦完之後就是 有一種很舒服的香氣 跟很舒服的防曬效果 還有一個很多人都會問的問題 就是防曬噴霧到底好不好用 其實我自己之前啊 也有用防曬噴霧 正確的方法啊 應該是要比方說 距離皮膚二十公分均勻的噴灑 如果你在戶外補噴的話 如果有風一吹來 防曬噴霧應該就隨風飄走了吧 那所以我建議 如果你真的是要好好做好防曬 你可以在家裡的時候 先塗一層防曬乳液 就是均勻的塗完之後 出去你再補噴就好了 那其實今年啊 日本的加力寶 也出了這種防曬凝膠 其實日系的防曬品 就是比歐美的容量大一點 而且價錢比較便宜 它也是一種很水感的質地 化開來之後呢 其實皮膚上面是有一種光澤感 防曬的這種光澤感的效果 也會蠻好看的 大家還有一個疑問啊 就是防曬品上面的SPF跟PA 加到底是什麼意思 SPF數字越高 防曬效果越好 就是SPF是防止你的皮膚 曬紅、曬傷 然後PA就是讓你的皮膚不要再曬老 你只要記住這兩個 你就知道應該怎麼選擇了 那資深豪的這個安耐曬系列 其實也是市面上很多人喜歡的產品 那今年其實推出的是蠻大容量的 有90ml 所以它是臉跟身體都可以擦的防曬凝膠 那防曬品到底要擦多少才夠呢 難道是越重越好嗎 其實答案是對的 紐約老師有告訴過我啊 他就說其實防曬產品 如果你選擇了很高的係數 如果你量擦的不夠 其實也是枉然 那要擠多少呢 至少要10元硬幣的大小才夠 可以從你的兩頰的部位開始擦 因為兩頰是我們五官輪廓中最高的地方 也是最容易曬出黑斑的地方 從兩頰慢慢均勻 塗抹出去 記住一定要塗抹的非常均勻喔 當你整臉都全部塗抹均勻之後 其實還有一些小細微的地方要注意 就是記得把眼睛閉起來 上眼皮的地方也要塗好防曬 那如果很多女生真的很擔心 兩頰會曬出黑斑或雀斑來 就是你再擠出一點點防曬凝膠 在兩頰的地方重複再蓋上去一層 輕輕的推一下拍一下 讓防曬凝膠再好好的保護它 這樣子防曬就萬無一失囉 高絲的血基金也推出了防曬凝膠 因為它是有美白效果的防曬凝膠 擦上去皮膚也是一種很水水的感覺 而且幫助你的皮膚不會長斑 這也是很多女生喜歡的 所以如果你把防曬做好做足 你真的不怕夏天的來臨 美容編輯隨你問 現在開放大家全面的提問 如果你有任何的保養彩妝頭髮的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們喔 我們每周都會為你解答問題 跟介紹新的產品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謝謝大家